还行 真还行 那我们就不绕丸子了 我们是防疫站的 现在有人举报 你们这儿的员工黄牡丹 没有吃健康症就上岗 作为一家餐厅 你们是不是对消费者 太不负责任了 对不起 对不起 我 我真是疏忽了 疏忽 如果出了问题 谁来承担这个责任 是 您批评得对 这真是不应该 你们这餐厅在我们市里 也是享有剩余的 老子号名牌企业了 是 也是这城市里的一张名片 应该知道 食品卫生安全的重要性 与必要性 怎么就会犯这种 低级的错误呢 您说得对 真的是一个低级错误 看您年纪 也是一位老师傅了 想必这种错误 肯定您也是 一时疏忽大意了 真是 失误不对 我们这里有张罚单 有空 您把罚款交一下吧 好的 好 谢谢 但记住 黄牡丹 一定要健康上岗 您放心 我马上安排他去 试疾病防御控制中心 去检查身体 让他持症上岗 那没什么事情 我们就先走了 辛苦你们 辛苦二位 好的 我放你两天假 你去把身体检查一下 好 哦 解释了 你去买那个 留了 赵红 我同时 我告诉你 这对饭店的影响有多大 我想你作为厨师长 应该比我清楚 我清楚 对 那你应该提醒我 你提醒我这个厨师长 你干吗要来这么一手呢 我跟你说有用吗 爱静 这事你做得太过分了 这事你做得太多了 这事你做得太多了 炽灵 吴大 这好几天都过去了 我来问问你 身体检查了没有啊 去了 情况怎么样 体脏报告下来了 拿着了 你看你 这健康症拿着了 你不去上班啊 我这包工头就是来 催你去上班去了啊 咱们那后厨忙着呢 我不想去传家上班了 这是为什么呀 觉得自个儿翅膀长硬了 想跳槽啊 我告诉你啊 就你这本事还不行呢 不是 我觉得静怡 我不去对你有好处 是 你没有健康症这件事 是引静怡举报的 可是你怎么知道 你们俩谈话的时候 我听见了 全叔 你帮我这么多 我特别想报答你 但是我也没什么本事 静怡是川江的白安大厨 他能帮你 我就不去给你们添堵了 这事啊 咱得一码说一码 你没有健康症就上岗那件事 我这个厨师长也有责任 你也有责任 静怡她做一个厨师 她举报她是对的 你别记恨她 你不是怕给我添堵吗 我告诉你 你拿到了健康症了 可是你不去川江上班了 你这才是给我添堵了 明白吗 全叔您带我到这儿来干吗呀 全叔我有的时候 心里头不高兴的时候 我就喜欢一个人到海边走 看看这夕阳 看了之后我就会觉得 海阔天空 什么烦恼的事就都没了 心里那点委屈啊 全都跑了 全叔 我没计较 没计较 嘴上这么说 心里不是这么想的吧 不过呢 全叔我能理解 你说一个人 孤苦伶仃的 跑到一个陌生城市来打拼 一个亲人没有 为什么呀 对不对 本来就不容易了 再受那么多委屈 都让往心里头搁 哪搁得下呀 对不对 全叔 我觉得 我也不是觉得委屈 我知道静怡她 对事不对人 但我也明白 静怡可能 对我多少有点偏见 我觉得我还是别在这儿了 我也不能给您帮什么忙 我不想再给您添土 你这话可就错了 静怡啊她是一时地 钻了这个牛角尖了 早晚她会明白的 在咱们川江 这儿呢 工种有不同 能力有大小 但人没有高下之随 谁也不能瞧不起谁 咱们这好读 武侠树的人哪 脑子里头 多少都有点那个 瞎刻的那个脾气 受点委屈 我已经肯走了 我也不在这儿委屈求全 这可不行 你说得对 那怎么样 明天回来上班 明天回来上班 我听您的 听我的 明天回来上班 静怡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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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